光 铃声响起 考官一脸和蔼 接下来的第三关 也是考验大家实际经验的一关 作为一个医者 不可能一开始就当上太医的 就算当上了太医 也不可能一直待在太医院做事 一旦遇上战士 太医院就会抽走一半的人 派去军营当军医 那么 在山里识别药材 找到药材 这才是最重要 最实际的东西 所以 太医院每个太医都是从药桶做起的 而药桶每天的任务 就是上山采药 晒药 墨药材 现在你们从盒子里抽出字条 字条上的药材 就是你们的任务 等考官口若悬河地讲完 一旁的侍女端上一个红盒 秦思思等人依次上前抽签 决定自己找什么药材 到秦思思时 她随便从竹筒里抽了一支字条 缓缓打开 纸条上赫然写着 人参 两个大字 开什么玩笑啊 这后山上确定有人参吗 秦思思感觉自己倒霉透顶了 她正好奇别人都抽到些什么事 秦潇潇没心没肺地笑着凑过来 哇 三姐姐 你居然要找人参也 我抽到的是蛤蟆一 三姐你知道什么是蛤蟆一吗 鲜活的蛤蟆一场什么样吗 秦奇葱也跟着凑过来 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四妹妹 你又抽到什么 我抽到的居然是红枣 秦潇潇笑得有些奸诈 三姐 不如咱们几个合作怎么样 谁碰到需要的药材 就摘下来 到时候 说不定我们还先碰到人参呢 秦思思只笑了笑 并不说话 他们先碰到人参 恐怕真碰到人参 他们也绝不会告诉她 说不定还会把人参毁了 让她再也找不到也有可能 在秦家这个耳鱼我诈的地方谈合作 真是有点可笑 三姐 你到底同不同意啊 秦潇潇性格冲动 见她不说话 便忍急躁地追问起来 四妹啊 二人转头一看 原来是秦楚楚 三妹这么厉害 怎么会跟咱们一起合作呢 秦楚楚剑缝插针地走过来 不嫌不淡的语气 刚好挑拨秦思思和秦潇潇的关系 哼 又是挑拨离间 秦思思讥讽地摇摇头 本来我是打算先帮大哥和四妹 找到药材的 既然二姐来了 那我退出 二姐这么厉害 肯定会先找到药材的 说完 秦思思不理不睬地走了 弄得秦潇潇和秦潇潇 心里激了一团闷气 都看秦楚楚不顺眼了 谁要跟你合作呀 人家三姐都答应了 你插一脚干什么 秦潇潇抱怨一句 想快步追上秦思思 三姐姐等等我 平日里 秦楚楚仗着自己敌女的身份 没少欺压她们 好不容易阴沟里翻了船 他们才不要跟她合作 大哥 秦潇潇一走 就只剩下秦楚楚和秦潇潇了 她刚一开口 别 前几日陷害我娘的时候 怎么不想 想我是你的大哥了 现在 我可当不起你大哥 秦楚楚气得咬碎一口吟牙 你 你们怎么都这样 告辞 秦潇潇潇也不花散了 正在这时 几个公子走过来 咦 这不是秦家二小姐吗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 秦楚楚脸色瞬间转变为 渲染玉气 委屈地擦拭眼角 你是王太一家公子 王大哥 王华裔听闻秦楚楚记得他 笑得嘴都合不上了 正是在下王华裔 这些都是我朋友 二小姐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让我们去教训他 是啊 我们帮你报仇 周围人纷纷附和 别别别 思思是我妹妹 我让着她是应该的 你们别去找她麻烦了 话落 秦楚楚的眼泪 姗姗落下 二小姐真是善良啊 是啊是啊 众人议论着 王华裔有意讨好道 那二小姐 你的任务是什么 需不需要我们帮忙 秦楚楚脸色白了白 委屈地回道 你们看 我要捉三只土鳖虫 王华裔拍着胸脯 十分男子气概地道 二小姐不用怕 不就是三只土鳖虫吗 我们帮你搞定 一旁的友人也愤愤不平 这些考官都出得什么提 叫一个千金小姐 怎么去捉土鳖吗 秦楚楚并不拒绝 温柔地笑了笑 多谢王大哥了 待会儿 咱们先遇到什么 就采什么吧 这边秦潇潇 还在四处张望 这秦思思 怎么一溜烟就不见了 跑哪里去了呀 见秦楚楚 已经组成一队 立刻又有不少胆小的女子 加入他们阵营 秦小姐 请允许我们 加入你们的队伍 好呀好呀 欢迎欢迎 待会儿要进的是 深山老林 还是人多得好 至少安全 这边秦楚楚 与众人的对话 都被秦潇潇听见 她想想了 还是厚着脸皮 加入秦楚楚的阵营 二姐姐 我想了想 你之前的建议非常好 我想跟你一起走 秦楚楚心里暗笑 你是没人和你组队 深山老林一个人不敢走吧 你这点小心思 我会看不穿 秦楚楚通情达理地笑了笑 好啊 我本来就想叫上妹妹的 只可惜大哥和三妹 对我误会太深了 好了 我们不管他们了 我们先走吧 秦潇潇她知道 秦楚楚为了面子 一定不会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拒绝她 进入山林后 秦思思背着药篓 也在山里寻找起来 走了没几步 她就发现不少药草 哇 那是蛇灭门 秦思思想了想 反正都碰上了 就每样都挖点 这蛇灭门 能治蛇毒 这大山里 难免会有蛇出没 才一些已被不时之虚 越往里走 她发现了不少药草 像什么鱼心草 蛇妹 车前草等等 这些都像是山沟里的野草 很容易被忽略掉 但却也是草药 一只蚂蚱从草丛中蹦出 旁边的石头 被人用双手掀起 唉 还是没有 原来是秦七聪 她正在四处翻找着她的药材 累得满头大汗 后山深处 秦楚楚和几名同样是医药士家小姐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修气 二姐 这都快一个时辰了 什么时候找咱们的药材啊 秦潇潇颇带责怪的抱怨 跟着这秦楚楚一伙 也太不靠谱了吧 都一个时辰了 她们只顾着找土鳖虫 甚至都没问过她们要找什么 再等一会吧 看看她们能不能挖出土鳖虫 秦楚楚略微不耐烦地敷衍一句 这下 秦潇潇等几位小姐脸色都不太好看了 我看你就是不想帮我们找药材吧 哼 都一个时辰了 到现在 我自己都还没完成任务 怎么可能帮她们找 秦楚楚内心算计着 太学府内 考官老头和白淑莉坐在凉亭里对弈 哎呀 不下了 这些个学员 都进去这么久了 怎么一个都没出来啊 考官老头急得进不下心来 白淑莉轻笑着落下一颗白子 眼眸淡淡的 闪着耐人寻味的光芒 哎呀 老夫进不下来信 不下了 不下来 说着把棋子一丢 每年这一关 学员们都会出现意外状况 有被蛇虫熟已咬伤的 还有迷路的 状况百出 没闹出人命 太医院的那帮老顽固也就没多追究 可今年 我总觉得会出点什么事 心里不踏实 既然担心 刘一岛不如带一队人马进去检测检测 万一出了什么漏子 也好及时援救 而本世子也好久没散心 正好去看看你的新学员练得怎么样了 白淑里轻笑着 好 这个办法不错 刘一岛眼前一亮 立即拍手叫好 那老夫马上准备准备 即刻进山 一阵慢吞吞的鼓掌声后 亭外响起白淑影的戏血声 好 这个主意真不错 白淑里和刘一岛不禁回头 只见三皇子和太子 不知何时突然出现在凉亭外 只是就不知道 世子是去看风景了 还是去看美人呢 三皇子唇角边勾起一抹似有似无的情笑 白淑里一眼洞悉这两人的心思 只是眉风微微动容 反唇相击 那三皇子呢 你又是去看什么 白淑影就知道他会这样闻 他魅惑得眨眨凤眸 对他一抛眉眼 那还用说 本殿下 当然是去看我未来黄嫂的了 太子深深地看了白淑里两人一眼 冷酷的表情里 看不出情绪的波动 他倒是好奇 那个秦思思到底有什么好 竟然引得白淑里和白淑影都在争抢 哼 女人有什么好看的 要去后山玩 不如咱们来比一比剑术如何 好 皇兄这个主意更好 那还等什么 咱们现在就出发 于是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进入山林 抓到了 山林中一个男子突然兴奋喊道 你们看这是土鳖虫 男人兴奋地指了指手上的东西 秦楚楚等人高兴跑过去围观 真的是土鳖虫 终于完成任务了 哈哈 秦潇潇略带幽怨地问 二姐姐 既然你的土鳖虫都挖到了 他们的药材也基本找齐了 是不是该找咱们的药材了 秦楚楚听出他们的不满 脸去喜悦 改为一副委屈模样 对不起 潇潇 都是我不好 害得大家花了这么多时间 找我的药材 那这样吧 我们继续往前找找 你们都要找些什么 说出来 看我认不认识 秦潇潇一听 果真高兴起来 真的吗 我要找的是蛤蟆衣 赵无双要找党参 陆小雪要找蛇泡草 还有她要找伤鹿果 二姐这些 你都认识吗 说实话 虽然她们都是医药世家出生的 但这些草药 怎么都没听说过 雅然 没听过的 何止他们 谁知道新鲜的党参长什么样 还有那什么草什么草的 听都没听过 在哪里找啊 随便找一株草糊弄一下吧 秦楚楚也很尴尬 我认识一些吧 大家不要心解 我现在就帮你们找 随即 她似心急地弯着腰 在草丛里寻找 既然她都不认识什么草 什么草的 那她们更不认识喽 那就是说 她随便拔一颗野草 既能堵住她们的嘴 又不会让她们起一心了 于是 秦楚楚拔起一颗野草 你们看 这就是蛤蟆衣 秦潇潇兴地围过去 谢谢二姐姐 原来这就是蛤蟆衣啊 这时 王华一等人突然激动地大喊起来 引得秦楚楚注意 二小姐 你们快过来看 这是什么 秦楚楚等人 以为是发现药材了 迅速赶过去 秦楚楚眼睛一亮 洋装惊喜道 哇 是人参 赶紧采摘了 留给我三妹妹 她一定会很高兴 内心却在想 如果能拔了 再毁掉 秦思思这个小贱人 就当不成第一了 一株带着艳丽的 红色果子的植物 展露在大家视线中 王华一却忙阻止 二小姐 你就是心地太善良了 她这么欺负你 干嘛还浪费时间帮她挖呀 可是 她是我妹妹啊 秦楚楚犹豫 她担心的是 不帮秦思思挖 万一真被她找到了怎么办 不行 这事我们看不过去 我们要为你报仇 你看好就行了 王华一和其他 等人交换一个眼神 不怀好意地笑起来 你们要对思思做什么 秦楚楚表面上温怒 心里却暗暗窃喜 王华一尖笑着 从荷包里捉出一只青蛙 这是刚才咱们抓到的青蛙 你们才把青蛙放在这里 会引来什么 会引来蛇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蛇喜欢吃青蛙 特别是活的青蛙 王华一坏笑起来 后山深处 秦思思正满头大汗地 在山里寻找着 唉 规定的时间快到了 还是找不到人参 该怎么办 仔细寻找着 好巧不巧 竟碰上秦楚楚等人 二姐姐 快来看 这是什么植物 长得好奇特啊 听着传来的声音 引起了秦思思的注意 隐约听见秦楚楚 他们兴奋的谈论 从来没见过啊 这是什么植物 原来是秦楚楚他们 他们在看什么 只见那花周围 已经围满不少人了 算了 不知遇上他 还会出什么事 还是离他们远一点 比较好 不过这香味 闻起来有些古怪 秦思思知道自己不受欢迎 并不打算去凑热闹 一株奇特的花开放着 散发出他致命的香味 这是什么花啊 闻起来好香呀 秦楚楚像着了魔一样 一直在凑近那珠花 二姐 不如我采回去给考官看看 说不定是什么稀有物种 秦潇潇在一旁不停附和 秦思思捂住口鼻 快速跑过去 这花香有问题 带他走近一看 才终于将这花看清楚 这是日轮花 看着眼前的巨大花朵 秦思思都惊呆了 真的有日轮花 他还以为那手闸上的是传说呢 没想到自己真的看见了 日轮花长得十分较艳 其形状酷似齿轮 而且能散发出诱人的兰花般的芳香 这花香据说会让人产生一定无力感 大家靠远一些 秦思思捂住口鼻劝告 如果有人想摘她的话 无论碰到她的金叶或者花瓣 那细长的叶力即像樱爪一样伸卷过来 把人紧紧抓住 同时 日轮花与一种黑寡妇蜘蛛 势力共生的关系 日轮花蕊缠住人时 黑寡妇蜘蛛便趁机上来咬人 大家不要围在这里了 快散开 听秦思思说的这么恐怖 胆小的学员都不禁退了好几步 啊 快离开这里 秦楚楚和秦潇潇见他们都相信 秦思思的话 不由得心里妒忌 秦思思怎么哪都有你啊 哪里有黑寡妇蜘蛛啊 这么漂亮的花 能有什么问题啊 我看 是你想独吞这么漂亮的花 呵呵 简直无语了好 你们爱信不信 反正 我已经提醒过了 秦思思 简直肺都气炸了 真想不通 这秦潇潇的脑子里 都装的什么 说完 秦思思便退后数步 反正不关她的事 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人 为了抢过秦思思的风头 秦潇潇已经豁出去了 她站在中央 心高气傲道 我现在就去摘了这朵花 让大家看清楚 秦思思是如何撒谎的 化落 秦潇潇当真靠近那株日轮花 只见那日轮花的齿轮 像触须一样 突然活了 秦潇潇的话还没说完 就突然感觉 手腕被花蕊缠住了 她脸上的得意 还未来得及脸去 就变为煞白 啊 我的手 秦思思她 怎么都没想到 手扎上记录的 竟然是真的 救我 求求你们 谁来救救我 我的手都被缠住了 谁来砍掉她 吓得她气不成声 秦潇潇娇嫩的手 已经被日轮花的齿轮割破 鲜血淋淋 血 一滴一滴坠落到花瓣上 叶子上 杂草上 悄无声息地唤醒 那些藏在暗处的生物 突然 一只黑色的蜘蛛跳出来 猛地在秦潇潇手指上咬了一口 啊 秦潇潇惨叫一声 手指立刻变黑了 秦潇潇 秦潇潇急忙跑上前 犀利的眼神 握紧镰刀 她当机立断 没有一丝迟疑 就砍断了秦潇潇的手指 黑色的蜘蛛也被砍成了两段 啊 我的手指 秦潇潇一瞬间变得惊恐无比 漆黑的叶 让森林变得愈加可怕 啊 救我 一节纤细的指节 躺在血泼里 伴着阵阵的呼救 啊 我的手指 秦潇潇痛得她死去 活来 在地上打滚 哭嚎 紧接着 秦潇潇雷厉风行的 从她身上扯下一块布条 死死勒住秦潇潇手上 三妹妹 你把四妹的手指砍了 你让她以后还怎么嫁人啊 秦楚楚脸色煞白 眼神悲痛而呆滞 似乎久久没从震惊中回神 呵 秦潇潇明白 秦楚楚又要开始演戏和挑拨离剑了 她随手抹了一把汗水 冷笑 我不砍了她的手指 她现在已经成一具尸体了 二姐 你之前不就四妹 怎么 现在又想演好人 你 其实 她知道秦思思在救人 但是 她不想让秦潇潇活着 秦潇潇弱死了 她还能把所有责任推到秦思思身上 到父亲那里告她一撞 死 一条碧绿的青蛇游了过来 啊 有毒蛇呀 所有学员们都吓得魂飞魄散 王华一躲闪不及 被毒蛇咬中 当场就倒在地上了 秦思思也被吓到了 她也怕蛇 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看着草丛 她害怕地吞了吞口水 嗅着满地的血腥味 秦思思皱了皱眉 放眼眺望周围的环境 大家不要留在草丛里了 来两个有力气的 把受伤的台上 我们去那块大石头上安全些 好 学员们一听 也不耽搁 被上伤者 集体往大石块挪 到了安全的地方 秦思思手忙脚乱地割开她裤腿 迅速将镰刀擦干净 割破她被咬的伤口 将她腿上的毒血挤来 直到挤出的血变为红色 秦思思才将手中的蛇面门嚼碎 马上附在伤口处 王华一感激涕零地看着秦楚楚 无地自容地垂下头 三小姐 谢谢你 请问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秦思思淡漠地看了一眼大家 天色也不早了 在这里待着也不安全 你们休息一会 我们就下山吧 经她一提醒 人群里许多学员纷纷叫苦不迭 下山 我的药材还没找到啊 就是 楚楚只顾着自己找药材 根本不管我们 看着这么多学员愁眉不展 秦思思坐在草地上无奈地叹气 是啊 我的人参也没找到 他们应该也很着急吧 反正时辰也差不多了 他也没找到人参 再差也不用拉这么多人陪他下水 还不如把这些草药分给他们 他们能过多少 救过多少 我在来的路上多采了些药材 你们需要什么 就自己在我要楼里找吧 说着 他一边将被楼里的草药分给大家 我的药材有了 谢谢你 三小姐 我的也有了 得到草药的学员们 笑盈盈地对秦思思道谢 王华一感激涕零地道着谢 三小姐 我错怪你了 原来 你心地如此地善良 你的药材还没找到吧 我们在来的路上 看见人生了 只是 王华一一脸愧疚地低下头 在哪 快和我说在哪里 我这就去 秦思思的眼里 一下子重燃起了希望 王华一愧疚不已 只是 我们在人身周围 放了几只青蛙 现在那里 应该有很多毒蛇了 思前想后 秦思思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没事 我踩了一些蛇面门 可以防蛇 说着手伸向包里寻找 背后的秦楚楚把这一切尽收眼底 唉 蛇面门怎么都没有了 哼 秦思思 我怎么会这么轻易让你踩到人身 秦楚楚也跟着紧张地到处翻找 可他眼底却擒着一抹不易察觉的狠毒 早在秦思思将蛇面门分给赵无双 并告诉他们这草药的作用时 他就知道这草药会坏他的计划 趁大家慌乱时 他便将蛇面门掉包了 会不会是跑过来的时候弄丢了 这山林里蛇虫众多 万一真遇上毒蛇 仅仅一株蛇面门怎么够这么多人用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秦楚楚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是秦楚楚干的 但他胆肯定 这事儿一定跟秦楚楚脱不了关系 你们离得远 蛇应该不会来 如果真来了 你们就用镰刀砍断他们的脑袋 话落 秦思思握紧镰刀 脸色苍白道 我先去挖人身 你们自己盯着石头周围 这一回他不敢飞快跑过去了 因为血迹这么多 日轮花那一片草丛 说不定真有蛇呢 他特意绕过日轮花走 从后面绕到人身附近 好在 他已靠近人身那一块了 他用手细细拨开草丛 似乎都没有发现蛇的踪迹 啊 人身在这 人身最重要的就是根部了 所以 比起挖一般草药要慢很多 他欣喜若狂地拔出人身 太好了 终于挖到人身了 突然 嘶嘶嘶 秦思思隐约听见周围的草丛里有声音 啊 好多蛇呀 周围已爬出无数条毒蛇 呲牙咧嘴地吐着蛇性子 从四面八方 蜿蜒如动过来 已经将它包围了 只见无数毒蛇 昂起湿滑的脑袋 凶残地露出又长又尖的蛇牙 齐刷刷地朝它扑过来 啊 滚啊 秦思思万分惊恐地 闭着眼睛胡乱看 尖叫 大吼 欲 千军一发之计 响起两声急速的马蹄声 毒蛇也似乎有了一时的停滞 咻 两只羽剑 急速破风而去 白疏里和三皇子先后射出手中的弓箭 刷刷刷 两只羽剑像串蛇串一样 竟连种好几条毒蛇 嘶嘶嘶 毒蛇们似被惊吓到了 全部四散开 将蛇身卷成一团 竟然滚着逃走了 而这一幕 也正好落入白疏里和三皇子的眼中 两人均眯起双眼 深邃地打量着秦思思 是他身上有什么让蛇害怕的东西 三小姐 可有受伤 秦思思愣了愣 而后才心有余悸的回神 多谢三皇子救 命之恩 臣女并无大碍 那边还有伤员 快去看看他们吧 啊 苍天啊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身上怎么这么多血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考官老头 看见秦萧萧等人 跳下马 就急匆匆跑过来 一惊一乍地大叫起 考官大人 我们遇到了日轮花 我四妹被日轮花上的黑管服蜘蛛咬伤 幸亏我三妹懂得救治 这才保住四妹和王大哥的性命 秦楚楚眼下内心的激动 故作镇定 将当时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禀报给考官老头 能在太子面前说上几句话 也算是展露自己的一种机会 苍天啊 日轮花 考官老头听到这名字 只觉得眼前一黑 险些栽倒下去 这怎么什么坏事 都被这群出出茅庐的娃娃碰上了 他急忙蹲下 替秦萧萧把了把脉搏 把脉过后 他皱着眉头 狠狠掐了秦萧萧的人中学 一边掐 一边拍秦萧萧的脸 醒了 醒了 秦萧萧感觉到痛 慢慢睁开眼睛 晕厥前的画面 渐渐在他脑海里回笼 我的手指呢 我的手指呢 秦萧萧封魔 查看自己的手指 四妹 你被毒蜘蛛咬了 要不是三妹 帮你及时断了手指 恐怕你现在已经见不到我们了 秦楚楚眼睛红红 紧紧抱着他 心疼地落泪 他这话 虽是感激秦思思 却也将断指的罪名 压到了秦思思头上 他知道 秦萧萧在乎自己的容貌比命还重要 如此大仇 秦萧萧一定不会放过秦思思 果然 他这话刚落 秦萧萧就咬牙切齿地恨着秦思思 秦思思 你好很多啊 我恨你 考官老头被吵得头昏脑胀 暴跳如雷的大喝 四小姐 你可知 那蜘蛛的毒有多厉害 请客间你就会毒轻心脉而死 你现在还活着当真 应该感谢三小姐 我 秦萧萧此刻再多的不甘与愤怒 都化为平静 天色愈加黑了 考官也加紧组织大家离开这 后面的快跟上 马上就到了 学员们都一起徒步往回走 秦楚楚走不动了似的 不动声色地落到后面 因为太子也最后面 突然 他看准时机 脚下一歪 啊 秦楚楚惊叫一声 整个人横倒在地上 就在这时 半张手绢 不经意的 飘落到地上了 那是什么 白叔流睿眼如鹰 一眼就认出这是那年 秦思思就他后留下的那半张手绢 秦楚楚见着手绢 心下一慌 捡起手绢 藏进袖子里 他故意垂着头 神色有些躲闪 没什么 只是臣女的手绢而已 他这番言辞和神态 白叔流自然不相信他的话 这不是当年秦思思就他后留下的手绢吗 只是 既然是秦思思的手绢 却为何手绢上绣着 楚 字 答案呼之欲出 说 这是怎么回事 秦楚楚 诚惶惶惶惶惶地跪下 哀求 这确实是臣女的手绢 当年太子不慎掉入陷阱里 给您包扎好伤口后 我就去寻要了 等我回来 您已经不见了 三妹把手绢还给我 说您已经被接走了 秦思思骗了我 原来当年真正救了我的人是你 太子的目光都变得凶狠起来 秦楚楚表面上惊慌失措 心里却像掀起了惊涛骇浪一般激动 太好了 太子殿下竟然真的信了 他抱起秦楚楚 直勾勾地注视着他的眼睛 这双眼睛很漂亮 怯生生的 仿佛会说话一样动人 让他充满了好奇 世人都知秦思思喜欢本殿下 那你呢 啊 秦思思四尺顿地抬头 一脸无辜和茫然地看着他 天哪 太子殿下竟然问他 喜不喜欢他 这是何等荣耀啊 他当然喜欢了 但他不能这么回答 娘说过 对男人要欲情故纵 白叔流开怀大笑 一把将秦楚楚抱上马背 载着他一起骑马 远远的 他眯着冷眸 看了一眼秦思思 心底的厌恶越来越渗亡 那个一心攀龙负凤的女人 与怀中的女人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 而白叔流看秦思思的同时 秦思思也同样看着他奇怪 冷酷如冰的白叔流 怎么会突然对秦楚楚这般好 他到底和白叔流说了什么 难道这就是人们口中的真爱 重活一世 还是会相爱 不对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回到太医院 学员依次将自己的字条和药材交出来 摆放在桌上 等待考官的核验 最终考试结果 下午会出 大家先散了吧 考官摆摆手 让学员先去休息 午饭时间 大家都各自吃着带来的食物 姑姑 秦思思黯然神伤地摸摸肚子 她今天走得急 早饭没吃 连银梁也忘了待 也不知父亲好点没 秋菊又要照顾父亲 肯定是没人来管他了 于是 他选了个幽静的梁亭 独自坐下 怅然若失地 躺在栏杆上 闭目养神 唉 睡着就不饿了 一名身着轻衣紧袍的男子 欢快地提着食盒 跑进梁亭 丫头 丫头 这声音 秦思思欣喜地睁开双眼 秦商隐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秦商隐拿出食盒 秦思思瞄了一眼 她手上的食盒 双眸突然清亮起来 就像天上的小星星一样 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哇 你给我带了好吃的 咦 不对啊 你怎么能进太学府 突然 秦思思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不由地皱起眉头 一脸叹揪得的 看着秦商隐 你也是医学院的学生 秦商隐宠溺地摸摸楚楚的头 对啊 很期待和你成为同学 秦思思也笑得灿烂 发自肺腑地笑 很美 很天真 午饭过后 休息半个时辰 个院便又响起铃铛声 秦商隐在门外焦急地来回踱步 思思一定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一个时辰后 秦思思从太医学院出来 秦商隐一下子就看见了秦思思 怎么样 是不是过了 声音中都带着焦急 那还用说 秦思思自信地拍了拍胸脯 以第一名的成绩 过了 瞧你那小人得志的模样 以后 你还不是得叫我师兄 秦商隐撇撇嘴 眼睛里却是暖暖的笑意 走吧 我就知道你没问题 走吧 我带你逛一逛太学府其他地方 两人不知不觉中 已经走过文院 而来到武院大门口了 这里是武院 原本武院没那么多人的 听说这次是皇上亲自选拔人才 鼓励所有男儿参加武院报名 秦商隐细致地介绍着 代表哥 我也想报名 秦楚楚看着里面身穿铠甲的侍卫 藏在心中的热血突然就被点燃了 如果他学了武功 不但能保护自己 说不定边关有战士 他还能早一点见到父亲和大哥 对 就这么愉快地定了 啥 这给了秦商隐不小的惊吓 他挤进人群前面去报名 侍卫大哥 我要报名 秦思思此话一出 两排侍卫怒目而逝 无怨女子不得入内 快离开 就在这时 里面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让他进来 是白淑流 白淑流一出现 所有侍卫毕恭毕敬地退让开 他冷酷走过来 灵力的视线落在秦思思脸上 丝毫不掩饰眼中的厌恶和不屑之色 秦思思 就算你想引起本殿下的注意 也别在这丢人现眼 秦思思只是冷冷一笑 太子殿下想多了 你是你 我是我 即便我丢脸 也与你无关 秦思思这话一出 瞬间犹如平地惊雷 在人群里炸开了锅 白淑流吃惊地看着他 微微皱眉 他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为什么这女人的眼神 不像以往那样痴迷了 但很快 白淑流危险地眯起眼睛 拳头攥紧 深深感觉自己颜面扫地 秦思思说完 也懒得理他 静止走进五院 落落大方地 在报名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整个过程 他连看都没看白淑流一眼 白淑流还愣在原地 转身冷冷看着那抹倩影 瞳孔渐渐缩紧 为什么他看他的眼神 眼中没有一丝崇拜欣喜 冷漠如冰 别以为五院这么容易进 你这是痴心妄想 白淑流也气急了 与你无关 秦思思潇洒地将手中的笔一扔 潇洒离去 七日后 官里席上 当今圣上坐在首座席上 一身明黄色的龙袍 衬得皇帝神采异役 不怒自威 而他右边 依次坐着太子 三皇子 以及世子 测试开始 待所有学员都测试完毕后 终于轮到秦思思了 秦思思一上场 便引来底下一片哗然 只见秦思思一身红衣 颇有女中豪杰之感 女子习武 看着那跪在地上的倩影 皇上有趣地绿着胡须道 小丫头 朕的太学府众多文院都可供你选 你为何偏偏要选武院 何况 一个小小女子 学武功来干什么 秦思思皱着眉头沉溺一会儿 恭敬地跪在地上 低眉顺眼地垂着头 回皇上 臣女习武 只是想保护自己 和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听完秦思思的话 在皇上一旁的白书颖 邪魅地笑了笑 父皇 您还记得当年 您给皇兄 定下过一桩婚事吗 皇上捋着胡须点头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好像是与太医世家 秦家三房之女定下的吧 皇上似乎回忆着当年 语气中带着不确定的因素 经白书颖这么提醒 他看向秦思思的眸光 就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白书颖生怕不够乱世的 继续倾笑道 父皇 他叫秦思思 他就是一直与皇兄 有婚约的那女子 哦 竟然是她 皇上微微眯起身忧的双眸 慢慢打亮在秦思思身上 小丫头 把头抬起来 你就是秦景的女儿 回皇上 正是臣女 秦思思缓缓抬起头 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 为什么这个三皇子 老是多管闲事 他这样提醒皇上 虽然会让他顺利进入五月 可这也把他推向了火坑 这张脸 当看清秦思思的脸那一刻 皇帝瞬间震惊了 刹那间 皇上惊愕地站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秦思思的脸 有些颤抖的指着手 你 你 老皇帝从震惊中回神了 众人只见老皇帝大步走下观看礼席 惊喜若狂地走到秦思思面前 小丫头 你和你娘真是一模一样 我娘 秦思思错愕 看着皇上的神态 难道认识他娘 皇帝龙颜大悦 哈哈 朕与你娘是故事 不知你娘近年可好 原来真认识娘啊 可是 她都没说娘的名字 皇上怎么就知道 她是娘的女儿呢 疑惑归疑惑 秦思思还是不敢懈怠地回答 多谢皇上挂念 我娘已去世多年了 什么 去世了 老皇帝脸上的笑意 一点点脸去 转为震惊 骇然 悲痛 似受了打击似的后退两步 眼前一黑 竟然晕过去了 皇上 父皇 来人啊 皇上晕倒了 快叫太医 皇上一晕倒 测试场上已乱成了一团 皇帝出行 一般都会带有太医随行 可皇上都晕倒一会儿 太医还没来 太子和三皇子 以及公公 将军们都围着这皇上 手忙脚乱地 集成一锅粥 秦思思也吓得满头冷汗直冒 若是 他把皇上气死了 那他的罪过可就大了 说不定皇后太子 会直接随便 按个罪名给他 把他拖下去砍了 所以 他也记得拨开众人 散开 散开 别围在一起 这样对皇上呼吸很不利 公公一面交集 一面将罪责推到秦思思身上 交集道 你这野丫头 还敢在这大放厥词 来人 还不快将这罪人拉下去 闭嘴 就按他说的办 大家散开 不知道为什么 白叔流尽信了秦思思的话 你是这里唯一懂医术的 快为父皇医治吧 言语中带着交集 此刻 他冷静从容的态度 仿佛从身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高贵优雅 让人莫名地相信他 待众人散开后 秦思思深吸一口气 大胆解开皇上领口的扣子 放肆 你敢 公公还想呵斥秦思思 却被太子锐利的冷谋吓得缩回去了 随即 秦思思狠狠掐了掐皇上的人中 死 皇帝悠悠转醒 看着眼前为他救治的小丫头 就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她 不由的神色黯然悲伤起来 皇上 皇上您醒了 父皇 观星的声音此起彼伏 皇上一醒 秦思思当即跪在地上认错 臣女该死 是臣女惊吓到了皇上 罢了罢了 小丫头 起来吧 你救了朕 朕就许你入五院 老皇帝被扶到席位上后 似乎比之前疲惫苍老了许多 老皇帝欣慰地笑了笑 小丫头 既然你与太子有婚约 有空多到太子府走走 等你行了开吉之礼后 便与太子完婚 也好了确证和你爹娘的一桩心事 说完 皇上也不等她谢恩了 便起嫁回宫了 啊 秦思思满眼震惊 父皇 白叔留厌恶地看了一眼秦思思 不甘心地追了出去 其他人都起来了 只有秦思思还愣在原地 完婚 这么快 为什么皇上会这般催促他们完婚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前世皇上也是这么着急催促我的婚事 这是为何 难不成 不管前世还是今生 皇上已猜到他的真实身份 猜到他亲生父亲是谁 忽然 他明白了 皇上不是庇护他 而是想利用他 细细想来 当年的恩情 庇护 慈爱 现在都变成了利用 真是心机深沉 细思极恐啊 这边尹婉如母女 回到了东乡院 幸亏女儿你机智 攀上了太子这根钩子 这才就娘脱离了苦海 得意得笑意在嘴角蔓延 可是娘 那丫头还进了五院 深得皇上喜爱 皇上已经发话了 说要等秦思思开极礼后 就与太子殿下完婚 那女儿怎么办啊 秦楚楚提起这事 气就不打一处来 女儿不急 那小剑人开极 似乎还要几个月吧 若他身边最信任的丫鬟背叛了他 呵呵 几个月的时间 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尹婉如之前的心高气傲也收敛了不少 心思更加缜密 沉重冷静 尹婉如嘲讽地笑笑 他对身后连翘吩咐道 连翘 去把秦府奴才的卖身器拿来 是 夫人 很快 连翘便选出秋菊的卖身器呈上来 夫人 这就是三小姐院子那丫鬟的卖身器 尹婉如接过卖身器 仔细看了一遍 便应笑起来 有了这张卖身器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秦楚楚恶毒地扯了扯嘴角 这卖身器上的落款人是秋菊的父母 也就是说 这丫鬟还有亲人在乡下 那咱们就先把他的父母请上来吧 生死关头 你们说说 这丫鬟是选他的父母呢 还是选他的小姐呢 这边西巷院 夜已经深了 秦思思辗转难眠怎么也睡不着 如果我和白叔留完婚 一旦开战 我就成了人质 还会被逼迫为白叔留破译御寿之术 不行 我得想办法 真想得头疼之际 突然 一阵冷风从窗户灌进来 秦思思心中一惊 立刻想下床躲起来 可他还没来得及 手已经被黑衣人握住 秦思思抬头看清来人 轻微醋眉 又是他 男人邪魅的唇绊 如樱花般扬起 听说你想学武功 给你个机会 加入黑凤组织 做我的手下如何 原来是想让他帮他做事 秦思思讥讽地扯了扯嘴角 毫不犹豫回绝道 不必 你的令牌和身份 我很快便查清 不信你可以试试 抽回手 起身推开他的怀抱 你不答应 哼 丫头 你在玩火 男人被他身上的冷漠激怒 恋艳的凤眸 威胁 眯起 啊 秦思思的惨叫 还卡在喉咙里 就被男人捂着嘴 揪着衣巾 一起跃出了窗外 轻盈的声音 犹如夜风一般 没有惊起院子里的任何人 呼呼呼 耳边全是呼呼的冷风声 他只穿了一套泄衣 在空中吹得瑟瑟发抖 冷吗 男人优美的唇边勾起一抹恶脸 叫我一声夫君 就给批封 夫君 秦思思不可置信地瞪他一眼 咬紧牙关 并不打算求饶 夫君这个词 他只在前世叫过白叔流 只可惜 白叔流让他寒透了心 男人俊美的脸上勾起邪笑 我数三胜 你若不叫 我就把你丢下去喂狼 男人对他循序渐进地诱拐 揪着他腰带的小女人 秦思思霍霍磨牙地咬着唇 突然一闭眼 松手 推开男人 摊开双臂 身体急速下坠 夫君 这对他来说 是一个好遥远的词啊 不是他矫情 而是他的心已经死了 就像被冰封起来了一样 这个世上若没有了心 便再也没有人能伤他的心 没有爱情 别人便永远不能以情爱的名义伤害他 电光火石之间 男人身姿也跟着急速下坠 秦思思 男人惊呼一声 脸色煞白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宁愿死 也不愿叫他夫君 只是一个称谓而已 为什么他看得这么重要 心 仿佛被一根刺 刺痛了 压抑的 瑟瑟的 在胸腔里蔓延 哗啦 坠落在漆黑森林中 胳膊狠狠地砸向地面 秦思思就这么结结实实地 摔在了地上 黑暗中 几双忧虑发亮的眼睛 阵阵低喉得撕鸣声 天哪 侍郎 秦思思豁然睁大眼睛 脸色雪白 吓得腿都快发软 你不是要习武吗 跑快点 男人慵懒邪魅地 侧躺在一棵树干上 漫不经心地说 可恶 你个混蛋 他以为那黑衣人 只是吓吓他 哪知道他玩真的呀 竟然真的把他 扔下来喂狼 早知道 媚着良心喊一声 夫君不就好了吗 秦思思慌不择路地狂奔 见路就跑 突然被一根藤蔓绊倒 噢 恶狼趁机凶残地扑上来 张开血盆大口 猛地咬上来 啊 秦思思害怕地紧闭双眼 刷 一阵风从树上刮下 在他倒下之际 一双修长有力的臂膀 抱住了他的腰肢 你混蛋 此刻的秦思思 满头青丝都被汗水浸湿了 额头上还冒着痘大的汗水 全身上下的衣服也湿透了 混蛋还会来找你得 黑衣人戏虐地勾起嘴角 第二日 从太学府回秦府得路上 有一段林间小道要走 一辆马车行驶在路上 枝呀 突然车轮压到一块石头 马儿受到惊吓 只能就此原地休整 车内 秦思思捂着肩膀疼痛难忍 一旁的秋菊担心不已 小姐 您这是怎么了 没事 就是上课上的腰酸背痛 秦思思一想到昨晚那个黑衣人 就气得咬牙 可恶 都是他 正想的出神 车外似乎也不太平起来 糟糕 遇到刺客了 只见几人拿着打长刀 团团围住马车 秦思思想也不想 就从马车窗里跳了下去 来人啊 救命啊 毫不犹豫地跑进草丛里 叮叮当当 跑着跑着 前面竟然出现刀光剑影的声音 秦思思脸上一洗 有声音就有人 秦思思毫不犹豫地冲出草丛 可眼前的景象更令他大跌眼镜 一群黑衣人围着白书里 双方人马正在厮杀 不是吧 难道除了他被追杀 竟然连白书里也被追杀 这时 白琉璃也发现了 躲在草丛的秦思思 白书里淡粉色的唇瓣上 扬起优美的弧度 清亮的眼眸里 带着三分促暇 七分邪气 又到 小丫头 你不是想学武功吗 好好看着 常见一提一刺 一收一拉都是招式 没有花哨的招式 却能招招砍中刺客 刷 随着他朱玉般的声音落下 一个刺客也轻而易举地被刺中倒地 黑衣人见他们如此厉害 连忙磕头求饶 三位大侠饶命啊 小的上游老下游小 求大侠开安啊 说 是谁派你们来的 说出来 本世子可以饶你不死 白书里双眸眯起 声音已不似 方才那清淡若水 而是夹带了一丝冰冷杀气 黑衣人被揪住驳梗 只能老实道 小的只是收了钱 真不知道买家是谁 只知道买家是一姑娘 说着 声音里都带着几分恐惧的颤抖 白书里松开手 黑衣人跌落在地 却从衣袖中滑落一个令牌 秦思思看见顿时一惊 黑凤凰 黑凤杀手组织 到底是秦楚楚 还是秦潇潇 竟然花大价钱 请黑凤组织出手 这是要不死不休的节奏啊 而黑凤组织最恐怖的 就是这一点 不死不休 一行人回到秦府 白书里与老太爷 端坐在前厅大堂里 其余众人也纷纷聚在下手 看着狼狈跪在地上的黑衣人 白书里不紧不慢地 把玩着茶杯开口 看看吧 到底是谁向你买凶杀人 刺伤的本世子 这句话 瞬间让秦家人都紧张起来 环顾四周 黑衣人一本正经地 扫过秦府众人身上 慢慢地看 仔仔细细地回忆 而他看得越久 做贼的人越心虚 这会儿 所有人的心 都提到嗓子眼了 生怕被黑衣人只认识的 秦潇潇更是颤抖的骨节都发白了 黑衣人扫了一圈后 最终摇摇头 小的没看清 那姑娘长什么样 当时那姑娘带着斗篷 不过 那庄前的袋子 也不像寻常百姓家的布料 一定能找到些线索 说着 拿出揣在怀里的钱袋 大户人家的钱袋内侧 都是绣着闺名的 找到钱袋 不就等于找到了凶手吗 既然如此 秦老爷子 那这件事 就交由你来办了 相信你会给本世子 一个满意的答复 夜已深 我先回府了 白书里说了些堂而皇之的话后 就带着清宁回王府了 世子慢走 微臣一定会鞠躬尽瘁 将凶手绳之以法 秦真等人心惊胆寒地送走白书里后 恶狠狠地回头瞪了一眼自己这一众子女 告诉过你们不要再斗 你们真的想害死秦家吗 秦老太爷也气得不轻 气得险些晕倒 随后也撒手不管了 两个当家的都走了 剩下众人各怀鬼胎的明争暗斗 走过三姨娘母女身旁时 秦楚楚故意冷嘲热讽两句 哎呀 三姨娘啊 这谋害世子的罪名可不小啊 你说抓到凶手 会不会问斩呢 秦楚楚这话明显是讽刺李秀华母女的 谁是凶手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抓到凶手 只是时间问题 秦潇潇急躁地想上前理论 但被李秀华暗暗拉住 李秀华讥讽笑了笑 问不问斩我不知道 我知道 现在保管好自己的钱袋 才是真的 二小姐 你也是 说完便拉着秦潇潇 云淡风轻地走开 这前后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让秦楚楚立刻升一起来 钱袋 为什么他总觉得 这三姨娘话中有话 糟糕 秦楚楚脸色煞白 立刻马不停蹄地奔回东乡院 尹宛如见状 也紧跟其后 一种不好的预感 油然而生 秦思思勾起唇脚 讥讽一笑 开始狗咬狗了 东乡院 秦楚楚和一屋子的丫鬟 都在翻箱倒柜地找钱袋 秦楚楚也明白 这事情的严重性 焦急道 娘 我的钱袋 怎么会不见了 这一下怎么办 尹宛如扶着龙起的肚子 脸色发白 手心都钻出汗了 定是李秀华那件人干的 不行 我们一定要把钱袋拿回来 秦楚楚一旁焦急地问 那该如何做 尹宛如眼中透着阴毒的笑 钱袋是一定要拿回来的 但绝不能用咱们东乡院的人去拿 咱们不是在西乡院 还有一颗棋子吗 秦楚楚恍然大悟 突然眼前一亮 娘的意思是利用秋菊须 尹宛如笔划一个 须 得姿势 不怀好意地笑起来 承熙乱葬岗 黑夜笼罩下来 薄雾缭绕在一堆堆坟上 阴森甚人 突然 一道黑影如鬼魅般掠过 卷起一阵薄雾旋转 众黑衣人见来人脸上的金色面具 齐刷刷拱手喊道 参见尊主 男人冷锐伶俐的目光 缓缓扫过众黑衣人脸上 谁接得情抚的任务 黑衣人面面相去 都很清楚惹怒尊主的下场 一个个静若寒蝉的立着 回尊主 是我等 几名黑衣人忐忑地上前两步 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 毕竟这次任务死了好几名弟兄 还没完成交易 尊主动怒也必然的 男人眯起眼睛 深邃的眼眸如同宝石一样 危险弥漫上来 刷 一道血腺刺出 黑衣人倒在了血泊里 男人神色不变 只是幽深的眼睛 缓缓染上一层寒霜 从今天起 组织里所有人 不许接情抚任何人的任务 明白了吗 男人狭长的冷谋 旭曼怒火 冷冷丢下一句话便离去 次日清晨 天刚刚亮 秦思思还睡得迷迷糊糊时 突然 窗子嘎吱一声被推开了 谁 秦思思警觉地坐起 只见地毯上有一团 融合在一起的纸 什么东西 他戒备地瞧了瞧窗外 确定无人后 才捡起地上的纸团 城门东边的破庙 素来 是世子的字迹 一定是有凶手的消息了